很多人都怕木地板會受潮、濕水、炒起 如果裝修完之後一兩年,木地板炒起、報銷的話 都蠻有趣的 我們今天試了幾款的毛縫、纖維、木地板 即是表層是防刮層,一定防水 但是水會不會在木板與木板之間的劫縫中滲下去呢? 我們今天就測試這件事,看看它行不行 這裏山灘水已經浸了超過半個小時以上 稍後我們就抹掉它,看看裡面會不會濕水滲下去 剛才的測試,這塊其實是控制器 它不是木地板,是完全防水的石素地板 所以就算有少許濕的滲下去,也不是問題 好了,到這塊了 剛才看到輕微有些水滲下去 當然滲下去不代表它會發脹,不代表它會炒起 但是半個小時滲下去 即是如果你不小心浸了五、六個小時 可能滲水情況就會產生問題 但這塊有金屬所扣的話 半個小時後,水完全不能滲下去 為了增加它的挑戰,我們還做了一個三天測試 放在海面和水在上面三天 然後發現三天,它也不會滲下去 所以選木地板就要懂得選擇 如果你期望它的防潮能力比一般木地板高 就要買一些在扣筍的位置做多功夫的品牌